表國務卿布林肯說 白俄羅斯當局強迫一架民航機改導 以捕捕機上一名記者的行為令人震驚 並且說美國正在與歐盟等方面密切協調應對措施 外爾蘭瑞安航空公司一架從希臘首都雅典 飛往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的班機 星期日按照正常航導通過白俄羅斯上空時 被明斯克當局命令改導飛往明斯克市的機場 期間白俄羅斯使用了軍用飛機 確保這架客機遵從指令 飛機降落後白俄羅斯當局立即逮捕了機上一名乘客 反對派活動人士及記者拉曼·普拉塔·塞維奇 瑞安航空在電郵比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的一份聲明中說 他們的機組人員在空中曾接到白俄羅斯 關於機上存在潛在安全威脅的通知 並奉命轉往最近的明斯克機場 布林肯在星期日的聲明中說 盧卡申科當局採取這項令人震驚的舉動 威脅到包括美國公民在內的機上120多名乘客的生命安全 並且要求國際社會對有關白俄羅斯期間使用軍機的報導 展開全面的調查